好 再來先來一題 這裡有一個 車子走的時間跟一些距離 然後就問兩個問題 一個是到台北到高雄的平均速率 你可以想一下他為什麼是問平均速率 不是問平均速率 然後再來請問你從台北到新竹跟台南到高雄 他們什麼是一樣 什麼是不一樣 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不一樣 他第一個問題叫做台北到高雄的速率 為每小時幾公里 那你要想到說平均速率要怎麼算 誰跟誰相加相減相乘相處 就會叫做平均速率 然後就簡單做就知道了 然後他用的單位是小時 用的是公里 上面是公里嘛 所以不用換 然後呢小時就做一做就OK了 OK 來 帥哥美女 我們要找哪一位大帥哥或大美女 Number 26 26號 知... 知悠生 70喔 請坐下 你答案叫做70 什麼叫做平均速率 什麼叫做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就是 距離 該說是路程嗎 路程去除以時間 路程就是所有走過的路 最怕他都怎樣 通通加起來60、80 然後他加起來 加起來再處理時間 開始是7點結束12點 所以總共有5個鐘頭 要除以5 然後就叫做簡單數學 小4就會了 應該小2就會了吧 小2就會出保 小2就會出保 小2就出保 小2就出保 反正就是 可能小4就會了 查案就是每小時70公里 就game over解決掉 小4一樁 那麼下一個小題就是問 請問你他從台北到新竹 然後呢 跟一個台南到高雄 請問你 他們的平均速度跟平均速率是不是一樣 有一個是完全不用算 一看就知道一樣或者是不一樣 另外一個就要稍微算一下 才知道他一樣或者是不一樣 哪一個是不用算 一看就知道一樣或不一樣呢 哪一個是你要稍微去算一下 才知道一樣或不一樣呢 一樣 或者是不一樣 都一樣 都不一樣 A一樣 B一樣 F一樣 B一樣 哪一個呢 停車戰界問 什麼東西啊 哇好痛苦的那個 一樣不一樣 看這個真的要一樣一樣 都不知道一樣一樣不少 你是在念繞頭令嗎 Number 可愛的2號 2號 2 你選2嗎 你選B 請坐 你選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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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有一個一看就知道一樣 對那個速度 因為速度要一樣要怎樣 大小要一樣方向也要一樣 你看就知道了嘛 台北到新竹是約會往左下角 開到那個約會往右下角 方向就不一樣了 所以鐵地怎樣 鐵地不一樣 所以不用算就知道不一樣 可是如果速率就是要路程去處理時間 那就要算一下它的大小有沒有一樣 應該只有大小也沒有方向嘛 那就要認真努力算一算 好 60公里走1小時嘛 時速60嘛 然後呢 這是 40分鐘 60分之40小時 然後走40公里 算出來還是一樣 每小時60公里 所以大小是一樣的 所以速率一樣 所以我們就知道 它的 它的那個速率是 一樣 但是它的速度是 不一樣 速率是一樣 它的速度是 不一樣 就可以知道 就是很簡單的一些觀念 就告訴你 什麼叫做速度相同 然後基本的計算方法 還是什麼方法 就可以解決我們的練習06了 OK